我一直想做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是吧 包括不太愿意说的话题 我把它称作叫威楼渔夫系列 如果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就应该知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家不愿意相信的东西 即便你有直觉 有一些相应的资料来证明 你说的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大家都不爱听 从国际层面和中国内地所面对的 现状来看 其实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国际大环境下的互动 以及它所造成的对中共的外部压迫 这可能会分得很细 那么对国内而言 国内各阶层 社会形态 其实面临流转 这也会涉及到各个层面所遭遇到的问题 包括心态 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明星 明星在变 都已经有人喊出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了 那么到了这一刻 你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目前的情况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 但是没有那么快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观点 如果国际社会与中共完全隔绝开 就是出现了硬脱钩 那么中共所谓的中央威权 它维持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 我的依据很简单 中共在各方面的所谓的库存 包括监控民众所用的半导体芯片 能够维持运转 不超过一年半 大的环境如果彻底变了 他们将很难继续维护 对民众目前的这种监管 因为这种监管是要有技术上的支持 今天国际社会所认定的一些 中国所正在经历的一切 其实都源于西方科技的加持 但是好像就连这一点 都很难做到 比如说提出 我们甚至可以不和中国做贸易的这几个领导人 相聚的都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都下台了 而且最新的消息让人们明确的能够感知到 虽然美国日本河南都在加入对中共在半导体行业中的封锁 从原先人们熟知的准备卖给中国的七纳米设备 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烧毁在厂房里 到今天 这几个国家新出台的限制已经到了14纳米 大家应该知道这出现了一个代查 原来只是防止你使用7纳米以下的设备 现在把它直接提到14纳米了 为什么会提到14纳米 在中国已知的生产线是高通 为了进入中国免费赠送的28纳米 14纳米这条线 是因为台积电在中国南京所开设的厂 使用到了14纳米的生产线 那么美国企业芯片生产的厂家 为了绕过对美国商务部的这些需要审批的管制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华为 他们最新款的手机竟然使用了4G技术 因为给你提供类似的芯片 不需要美国商务部的管控 很奇妙的现象是吧 其实这也说明了一点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互动的环境下 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 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 意识形态不是最重要的 利益好像是最重要的 为了保持长久的利益 必须强调意识形态 这就涉及到一个长远规划 和短期利益获得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在大局上 对中共进行了切割 重新寻找自身的对华关系的定位 也就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 当川普签署了 反击中国经济侵略的备忘录 也就意味着这个调整已经开始了 那么经过几年的调整 人们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长远角度上来看 对中共的限制会越来越多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进来 短期来看 不是那么明显 是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人们做好了防范 因为习胖有可能会发动战争 所以你看到甚至连台积电 都开始向美国转移产能了 那么类似的报道 其实一直会有 双方都在摩拳插掌 作为独裁国家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有的独裁者 都很难在本国范围内 完全禁锢住自由的声音 无论是内部的 还是由外部向内渗透的 而针对中共这个集权 国际社会保持的高压 将是一个态势 但它很难在短期内 让你看到希望 你今天看到所有 这份人心的消息 都是被夸大 这需要一个过程 它不会那么快 不会让人们想象中的 中国一夜之间就变天了 中国内部积累的变化 还没有到达临界点 外部对它的高压 经常出现松动 甚至有人在调侃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中美两国领导人 在无为而至状态下达成的 但它有一个前提 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已经形成 这将是一场风暴 在这个时刻 人们要做到的 唯一的一点 就是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 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提醒大家 不要那么盲目的乐观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经济上的切割 不仅没有完成 而且大浪来袭 那么对各个国家 尤其是在中国 长期获得利益的国家而言 如果他们快速的进行切割 他们又在短期内 找不到替代厂商 替代方 没有一个硬托割以后的 可以预见的 替代国 甚至一大堆替代国来替代中国 他们怎么会放弃 现有的利益 人们一定要知道一点 产业的转移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 不是第一次 针对中国的产业转移 也有几个前置条件 中国所谓的改开以后的突飞猛进 不是一开放 就出现 它有至少长达十几年的转型期 而且最后越转越快 你的基础建设配套 要跟得上 你的人员 服务于招商 服务于外国企业 进驻中国的 这些官员 从转变思路到 实打实的能为你服务 花了至少十年 因为培训这些人 往往是在西方国家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很多国家为此 做出了贡献 甚至 在这两年还曝光出来一些项目 曝光了以后 当然被终止了 曝光之前 长达几十年为中共培养管理人才 从专业的到 包括内政方面的 警察 军队 各个方面 从民间到政府 都在帮他们培养 以符合 中国所获得的 新的生产链 想让这些上下游都能 做一个警配合 是需要 中国与外部世界 进行对接的 那么这个过程开始了以后 中共进行了一个提速 这也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看到 中国扩造以后的大学生 连产量能够超过一千万的原因 两个世纪以前 我们看到了许多国家 正在崛起 比如说德国 他们普及了教育 日本开始普及教育 苏联 开始培养 一千万合格的高中生 德国人和日本人 在二战期间 甚至一战的德国 就开始享受到了 不仅是工业化 而且是全民教育所 带来的这种成果 他们发动战争的底气 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些 能够超越 其他国家的 高素质的士兵 苏联在上个世纪 曾经要挑战 跟美国去比一比 制度性的优越 他们也源于 这一千万高中生 中国现在 达到了 联产一千万 英届大学毕业生 或者说包括等同 大学毕业的 这些学生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符合国际社会 对他们转型的需要 所以对习胖来说 你要跟我脱钩 你经济上在短时间内 你扛不住 你会吃亏 尤其在 全球经济衰退 复苏 无望的情况下 你在 让自身失血 就你让我失血的过程中 也会让你失血 你要权衡 第二个 这一千万 这一千万 所谓的 大学生 如果在市面上 真的找不到工作 他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安置他们 选择战争 就变为一种可能 更别说 中国从 上个世纪末 大家就有一个探索 中国未婚 适临 男青年 高于 女青年 这个比例 失调到 不得不关注的地步 如何解决它 这都是问题 从全球角度上来说 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是新技术的出现 包括人工智能 包括美国人刚刚 宣布的 和裂变 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跟今天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这个社会 有多大的矛盾 这个世界已经超过了八十万人 正在向 八十亿人 正在向一百亿买进 那么现实是 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 还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吗 原先人们一直在输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 能源的问题 化石燃料 带来的污染 全球气温的升高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成就 它离工业化有一个过程 但它是一个信号 这是美国人针对 俄罗斯 沙特 中国 进行了一次反击 可以说这个信号 主要是针对未来的 它为什么在这个时机 把它曝光出来 有它自己的原因 今后的发电厂 从核裂变 转为核聚变 是相当有可能的 因为核裂变导致的悲剧太多了 切尔洛贝利 30公里无人区 福岛 曾经宣布过 20公里 不适合人类居住 现在 开始有人反迁 因为他们经历过 广岛和长崎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核辐射 是有危害的 而可控核聚变 才是未来的希望 它的原料不再是 我们熟悉的235 是吧 而是 氢气 这个东西 可以说是无限能源 如果你不相信它能成功 你看一看太阳 你就知道了 那是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的核聚变 甚至 你不用考虑它 是不是可控 因为太阳今天还在 我相信它明天也会在 技术在 更新 人口在增加 两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今天世界 会出现转变 无论你愿不愿意看到 它都会变 如果我们拒绝相信这一点 你将很难看清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东西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